我們今天會上C6中文的第三課 首先進來一篇的閱讀理解 好,照舊了,跟之前一樣,我們看看究竟編文的主子是說什麼 但這次再簡單一點,做一次給你們看 就是這次我以Scan為主,就是選重點 就不用逐一提寫出來的 OK,好,先示範一次 就是這樣的,前面這個位置,首先它就說了時間 是為清晨、小蜜蜂座的人物 接著它就要找最尾的太陽花 然後它找到一朵太陽花,接著跟它聊天 即是花和蜜蜂聊天,做了好朋友 可以嗎? 好,所以其實第一段你就會知道 好,接著就是第二段了 第二段就是幾日後 好,它再去找不到朵花 接著呢,一定是太陽花 不想再去 它就覺得太陽花不想去喝花蜜 所以你買 於是呢,就說呢,以後都不要去那裡採花蜜 即是說什麼 應該是一個誤會來的,你會猜到 對不對?因為朵花 所以可能是一個誤會 最後一隻蜜蜂生氣了,OK 蜜蜂生氣了 發覺幾日小蜜蜂呢,經過它的時候 發覺呢,花田就去叫小蜜蜂 好了,發生了什麼事呢? 飛去花田 花田傳來一陣呼喊聲 原來是有隻蜜蜂 結滿了小果食的怪物 看著叫它 好了,即是出現了什麼呢? 出現了小怪物 那小怪物是什麼呢? 先寫下 好了,出現了小怪物 好了,接著,小蜜蜂你不認得我? 我就是太陽花 以前你都很漂亮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原來那花呢,結了果實 可以嗎? 約好了,誰知道呢 她叫它,她都不理它 接著她就發現 原來呢 那天開始呢,就好像有人有叫過她 這樣咯 是不是? 所以她就很不好意思 果然答誤了 好,今天寫上幾段段子 分別說什麼 上面這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轉折位 是一個轉折位 由花、吾李、蜜蜂去到 原來是知道真相 OK 好了,再下一段 就是終於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是怎樣 剛剛不是說是一個誤會嗎? 其實都猜到了 這些童話故事 通常都會出現這些情節 OK,下面就是個真相 OK 接著最後就是結尾 也是最後的蜜蜂的慘愧 OK 就是說那個的結果 結局 還有呢 就說說蜜蜂的感受 好 可以嗎? 好 拋不折的話 就打正確筆記 好 OK 整篇要插筆記在這裡了 好,如果快的同學呢 就可以做下面的幾條題目 五條題目 可以嗎? 那一次過吧 好嗎? 六分鐘時間 抽筆記 還有做下面的一至五條題目 可以嗎? 好嗎? 我對它當時可以做的 好嗎? 我把這個都ㄹ분 都看不出來 そうですね altro 又會不出來 我要把這個 三個字都回應 多一點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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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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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一個不是太陽花向他解釋內容,他有上手承諾 一定有,沒有從前漂亮,有沒有?沒有 他只是說什麼? 他說他樣子出了變化,起了果實 還有他一直等他,那誰是沒有的? 外觀變了有,沒有從前漂亮,哪有人會這樣說 除非你們就會說我沒有以前那麼漂亮 但我相信其他人不會這樣想,不會有自信 所以第三題就是C 小蜜蜂重遇他之後,仰言大五同時感到不好意思 他明白了什麼,先看看 最主要不是說原來花會變果實 不是,這個不是常識科 其實他就是說他不好意思地低頭 其實他覺得很慚愧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說呢? 就是明白了 前面那些你們自己寫 他明白了什麼呢? 原來 太陽花呢? 並沒有實藥 指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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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花的外觀呢? 不同了 直接看了 對 我們 用來 看了 有 他 也 他 我 是 我 你 都 我 你 我 我 我 所以蝦就感到很慚愧了 太陽花有一種怎樣的性格? 先看看 好了,信守承諾 即是有什麼性格? 就是信守承諾 因為他 的士 外觀有變 仍然在太陽花田 寫一個數字 審待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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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稍微長一點 所以多給你們兩分鐘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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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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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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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怎样,飞机栏究竟是吃还是玩,还是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呢 看了一篇文字,主要就是说什么,想起以前那些零食 以前的零食就是这个飞机栏,可以吗? 用5分钟先看这题目,但是看的时候记得在左手边写下每一段段子 OK,5分钟 OK,5分钟 OK,6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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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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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做这篇文 好,算了,这篇看不到就没办法了 好了,那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这个影片就是说一些很久很久之前 接着就是有些人想吃零食 因为以前那些楼很矮 所以有个小贩就会把零食地有上去 那个家里给人家 即是比较快速 但是这个就不是我的年代 所以我其实是不知道的 我也是刚才看了一段影片看回来的 其实是什么年代的呢? 应该是六七十年代之前 可能是再早一点 总之就不是我的年代 我是90后 就是看电视有卡通片的年代 好,那先看看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 第一段就是 我去买零食回来 刚才说了 是个人进来的 就说回这篇文 应该大概都会说回一些零食 是不是? 零食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个人进来的 就想起小时候 就 先看 一看 一看 零食呢 就不多 但是呢 吃零食的机会很少 OK 这是第一段 主角出现了 卖菲基林的小贩 就会弹琴 唱歌 吸引股客 接着呢 不算贵 但是呢 也不是每个人买得起 大部分都是看他的表现 OK 所以看表现 这个重点 就是这个人 唱歌 是表现 好了 那会怎样的 原来呢 他们呢 就将那个 用钱包住 接着呢 就会 在楼上呢 大挨 就去示意 他是想要这个零食 接着呢 就将这些钱 扔到街上 给那个的小贩 小贩呢 就会用个帽子 接着呢 接着呢 就会将个籃子 扔到那个客人那里 那里 住三四楼的人呢 都可以一样轻松准确地扔上去的 可以吗 那有时呢 那另外一样 就是有时候要够钱去买 是不是 或者唱歌 那就等他分一些零食给他吃 好了 为什么要分两种顏色呢 因为蓝色那一部分呢 就是说这个非蓝屁是怎么样的 OK 就是那个的 售卖的模式 下面那一部分呢 就是作者有些什么做了 对了 他就会和人夹钱去买了 这个意思了 OK 好继续了 除了社会发展呢 现在就飞到二十多三十楼了 有没有可能啊 没有可能啊 对吧 所以就变成色味了 这件事就没有人做到 第一就是零食种类多了 是不是 很多大厦啦 二十多楼啦 是不是啊 没有可能再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他就说 再听不见呢 窗外的这种声音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已经消失了 这件事 OK 这个只是有一个 比较隐悔的形式去说出来的 行不行 好了 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看对比 现在就可以买到了 好了 好味啦 味道好啦 但是呢 就没有更加多乐趣 是不是 那这个是一个对比一 对比一 就是 味道VS乐趣 是不是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 就是 其实没有了 就是说 最想 最怀念的 就是最怀念的 是那些歌声 吊卖声 欢笑声 可以吗 就是说现在有没有 现在都是没有的了 OK 就是两个感叹的位 第一就是 这件事已经没有出现了 第二就是 以前玩乐的气氛 都没有了 现在 是否意思 好 看完看篇文了 没有提及过的 彈琴吸引股客有 我们刚才提到 对吧 有上楼有 欠着买 没有啊 那些人都没有钱 是不是说了没有钱 已经买不到 作者期待他送给他 否则也会帮他唱歌 是不是 所以答案就是 C 好 第二题 为什么作者搬了屋之后 听不到 因为 什么 刚才在说 陈奴的房子又变了 20多楼 灵事总理又多了 人的环境改善了 是不是 所以答案就是多 好了 这一题呢 你就要想一下 这些题目很多时候 我都掌握不了 有些是什么呢 指出小孩子 对灵智的喜爱 是不是 但你可能会觉得是的 留一当 他一点一点 是不是 但通常就没有那么 通常没有那么肤浅 的答案 第二个呢 就是他怀念以前吃东西的情景 如果只是怀念以前吃东西 我只是在以前 要不然现在我搬了屋 是不是 不对 所以 咦 不是啊 这个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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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 因为他怀念旧是体 和吃飞机的情景 是不是 到最后他就说怀念 因为现在有狐狐 是不是 这些 以后只在看一路里面出现 以后听不到 这些 就是他的舒服的情感 因为这个有情感 所以这个狗食是答案 因为这个有舒服的情感 是这样的 很大机会是答案了 所以 好了 说明零食有能粉 已经成时代的变迁 这个一提一点 是不是 因为不知道又没有 其实他是有的 但是他是不是究竟 是不是整篇文的重点呢 就 不似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他怀念自己小时候的东西 是不是 当然 其实可以看到有不同的 现在好了 以前没有那么好 是不是 但是他没有很深入地说 现代的零食也没有 而且如果两件事是做对比的话 就应该有现在的对比以前的 无论是味道包装 都应该说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多了 分享临时的经过 好像都没有说 这个最明确 这个一定错 这个 好了 所以答案就是boy 怀念 通常有抒情 这都是答案的 不用想的 OK 除非他很明显一篇说明文 好了 小孩帮小贩唱这首歌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有两条题目 两条长题目 我给你们多两分钟 想想想怎么做 看完解完整篇文之后 OK 先试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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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分析 是分析 是分析 甘再 хотите 往一次 何dim 跟谁 馬稔 那一日 那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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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即将回来,准备好你的心情 有很多同学,一半的同学,超过一半的同学已经回来的 所以,接下来五月份就会再过来的同学 到时打开你的笔记了,因为会看的 行不行 如果未决定的同学,就尽快WhatsApp 我们的老师,或者是老师,预计 接下来五月份的时间 因为你开一开就应该有功果到的 所谓小录的时间是有点不同的 所以提早就方便WhatsApp我们的时间 行不行 OK,那我们就之后下堂再见 好了,记得观察,拜拜